幻海航行 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世界科幻剧著 星之继承者 夏吉 作者詹姆斯·霍根 在木卫三的冰层下发现太空飞船和巨型骨架的消息轰动一时 这类巨型外星物种被称为嘎行人 月球人和地球人究竟是否同宗同源的争端还没解决 现在又多了一道谜题 嘎行人是从哪里来的 学界的地球起源派认为 太阳系有两颗星球 在过去的某一时期内分别孕育了智慧生命 嘎行人在会神星上进化 月球人在地球上进化 月球人的先驱与嘎行人取得了联系 并迁徙去了会神星 这就是查理在会神星上出生的原因 后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 两个文明爆发了剧烈冲突 导致双方同归于尽 会神星也被摧毁了 这个理论还算靠谱 于是亨特抽掉了大量人手 去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领域 插找相关记录 希望能找到一点点 月球人文明曾经存在于地球的证据 但依然徒劳无获 与此同时工程队在月球背面的月球人基地遗迹中挖出了许多保存完好的物资和文件 使得语言学团队的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 对查理等月球人原本的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资料显示 那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严格的制度条例无处不在 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统一安排 查理是一个电子工程师 专门维护军事设备 他所属的作战分队要离开母星 飞往月球 至于为何要背井离乡 为何他们的国家如此强强专制 都是因为会神星是一颗即将衰亡的星球 由于距离太阳很远 会神星上的兵器更为严酷 很快就会彻底冰封 月球人唯一的活路就是迁徙 回归地球 于是这件事就成了全体月球人的共同目标 他们努力发展科学技术 一代一代奋斗不息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全程必须服从国家安排 而令亨特感到疑惑的是 按照地球起源派的说法 月球人是从地球飞去会神星的 他们已经掌握了太空航行技术 又为何要足足贝贝绞尽脑汁去研发呢 另外 会神星上的资源非常紧张 而最终能够逃出升天的必然是少数人 这就导致天下大乱 国与国之间竞争激烈 硝烟四起 最后大鱼吞小鱼 到了查理的年代 整个星球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 塞里奥斯和兰比亚 查理就是塞里奥斯人 那么嘎星人会是兰比亚人吗 飞也 研究所的实验报告显示 木卫三上的巨型飞船 已经在冰下埋了2500万年 而且嘎星人的骨骼 与之前在月球人基地发现的特殊鱼类 有着同源关系 因此可以确定 嘎星人来自会神星 只是与月球人存在的年代 有着巨大的跨度 更蹊跷的是 它们的飞船上 装载着一大批动植物标本 和活体样本 而那些都是2500万年前 在建新时末期 和中新时早期地球上的动植物 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猿猴 比在东非发现的猿康修尔猿 更像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查理他们很可能就是由此进化而来的 这就是为何月球人与人类如此相似 却在地球上没有丝毫踪迹的原因了 他们的确与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 但从不曾在地球上生活过 另一边 语言学团队终于成功翻译了查理的笔记本 他记录的正是查理 临终前几天发生的事 第一天 查理和他的朋友 扣里尔所在的舰队 接到指令 要前往月球基地 当时会神星上已经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经过准备之后 他们在第七天登上飞船 第八天到达月球轨道 第十天 他们向兰比亚的城镇发动了轰击 四分钟后 广播传来消息 目标命中了 但很快 他们的基地也遭到了敌军的猛烈轰炸 与格尔达总部失去了联络 会神星上也再未传来任何消息 查理看到星球表面斑驳陆离 仿佛有许多城市着火了一般 第十五天 基地被炸毁了 死伤无数 查理等幸存者们唯一的活路 就是前往戈尔达 与此同时 会神星也变成了一个浓烟滚滚的黑球 滔生的一路 有人病死 有人放弃 第38天 只剩查理和扣里尔两个人了 查理的太空服出现故障 他冻得浑身僵硬在一处裂骨中休息 扣里尔则继续前进 此刻的查理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与愤慨 于是只能祈祷自己如今的苦难 能给后代换取一个美好的未来 查理的悲惨经历让亨特唏嘘不已 但更让他在意的是 日记里描述的种种细节实在匪夷所思 第一 查理的舰队为何能在短短的一两天内 就从遥远的会神星抵达月球 第二 他们的基地建在月球上 是怎么精准地对会神星上的兰比亚城镇 发动轰击的呢 而且 仅在四分钟后 就得到了结果 如果月球人拥有如此尖端的技术 为何还一代代 陷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 身处月球的查理 是如何看见会神星表面情况的呢 在当时紧张的局面里 他不可能有心情 用望远镜仰望星空 亨特左思右想 整个宇宙里 只有一颗星球 符合查理所描述的一切 那就是地球 难道他们之前的推论都是错的 可各种证据都证明 会神星的确存在 在查理日记的完整一稿公布后 人类的恐慌和争吵再度爆发 亨特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谬物 隐藏在最基础的地方 却没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一切又进入死局时 团长忽然要亨特跟随研究队 一起乘坐飞船 前往木尾三 搜集更多资料 找到解密的线索 当亨特离开熟悉的家园 视向无限的宇宙升空时 他忽然看清了自己生命的真实意义 他并不拒绝漂泊 他热爱广阔的星海 他洒脱的灵魂不受拘束 停步之外 即是无香 研究人员们还在为 木尾三上的巨大发现而苦恼 亨特突然灵光一现 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 去艰难地探索 嘎星人的文明 因为就像人类 了解地球历史一样 月球人也一定研究过 会神星的过去 于是 亨特又将月球人的文件 重新梳理了一遍 发现他们会用巨人 来形容古老的嘎星人 记录里显示 包括嘎星人在内的 会神星本土陆地物种 都灭绝了 只剩从地球运在去的生物 翻衍了下来 在排除了种种不可能后 亨特等人猜想 是会神星空气里的 某种化学成分发生了变化 本土陆地生物无法适应 而地球生物却能存活 于是他们根据 从罐头鱼里得出的数据 给会神星生物 在微量化学方面的潜在特性 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 结果显示 只要与这类鱼同属一个祖先 就会对二氧化碳那类毒素 极度敏感 飞船抵达木尾三后 亨特离开了基地 他的大脑已经被 海量的信息填满了 急需透一透气 他沿着一片缓坡往上走 一座座冰山浮在云海之间 在这个永恒的瞬间 天地一片宿静 亨特已经完全迷失在了 这不朽的壮丽之中 五万年前 或许查理也曾像这样抬起头 仰望着自己的母星 逐渐吞噬于熊熊大火 刹那间 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答案 出现在了亨特的脑海中 太空军团总部的大会堂内 一场令人期待的会议 已准备就绪 亨特开始了对月球人起源的完整论述 太阳系刚形成时 有九大行星 会神星位于木星与火星之间 与地球有许多相似之处 并孕育出了一个智慧种族 而在2500万年前 会神星上发生了些变故 二氧化碳含量开始上升 使得所有呼吸空气的生物 产生不耐受症状 于是 嘎星人从地球 引入了大量的动植物进行平衡 但它们失败了 最后 要么离开了太阳系 要么走向了灭绝 但地球生物 占领了那里广阔的大陆 其中 人类的直系先祖 则在会神星上 进化成了月球人 接下来 便是漫长的冰河期 星球冰封无可阻挡 月球人 开始了一代代的奋斗 最后 两个超级大国在决战里同归于尽 也毁灭了会神星 而关于查理日记中的种种疑点 只有一个解释 今天闪耀在地球夜空中的那轮明月 其实从天地初开 到五万年前 都在环绕着会神星转动 这就是为何会神星飞到月球 只需一天 为何查理能在月球上 看到会神星的表面 会神星爆炸后 化作了今天的小行星带 而比较大的一块 被甩到了太阳系外围 变成了冥王星 月球受到波及 在引力上急剧变化 朝着太阳直飞而去 直至最终 被地球捕获 今天我们所说的月球背面 在当年 其实是正对着会神星的一面 月球背面覆盖的物质 正是会神星的残骸 虽然这些目前仅是假设 但只要对月球背面的物质 同小型星带的物质进行比较 再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去描述地球与月球 互相捕获的过程 加上嘎星人飞船中的大量信息 了解当时太阳系 就能够确定 这个理论的可信程度 亨特的报告到此为止 他肩服的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 接下来 要交给全世界各个领域的 科学家们 进行研究 而庆功宴上 一个生物学家提出 关于查理等月球人 还有一个疑团未解 那就是 他们太像人类了 无论是身体构造 还是行为模式 两个隔绝的群体 是如何在所有特性上 都进化得一模一样 毫无分歧的呢 依然只有一个答案能够解释 月球人 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会神星爆炸后 月球上的幸存者们 跟随着月球 来到了地球的身边 并利用剩下的一两艘飞船 孤注一掷 飞往地球 而他们走出飞船后 面对的是 冰河期的蛮荒景象 他们一代代 在生死边缘挣扎 原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也逐渐流失 在接下来的四万年里 他们的目标只有生存 逐渐迷失自我 退化回野蛮人的原始状态 然后再重新开枝散叶 逐步创造出如今这个 欣欣向荣的时代 抗争命运 探索未知的本性 早已书写在人类的 基因当中 就如同当年月球人 主宰会神星一样 他们的后代 全体人类 也成了地球的主人 在如今的太空时代 我们应当冲向宇宙 领取属于我们的日月星辰 这个猜想是如此疯狂大胆 却没人敢轻言对错 而不久之后 在苏丹北部的布毛之地 考古队的挖掘有了成果 那是一个精密的手腕装置 上面刻着古怪的字符 翻译出来是三个字 靠黎尔